玩具TV第五季第十二集第四節 For Spore Frigures Dark Soul向太陽指鏡 SD8傳TVG status 我覺得現在我們節目的名字都越來越長 一節比一節長 一節比剛才那節還長 兩條馬路在搓鏟鏟 很可愛 很形容 就變回這個這麼可愛的Q版8吋的公仔 這類應該都是 不,差一點 我想說 那些九頭身嗎? 這個是三頭身嗎? 類似的 差不多1.1至1.5度 這個方位是比較大 就是頭部 你見到Cosbaby、Funko 那些差不多一對一 接近 這個方位來說,頭部也算是大的 很大 我的頭部也這麼大 你看它的比例大這麼多 這個其實是一個新做法 以一個 Q版的模式去處理一個寫實的角色 這個難得 認識的就認識 不認識的就一定認識 F4F有一個Dark Soul的角色 叫做Solay Solay 是法文 好像是太陽的意思 就是很開心的意思 就是在遊戲裡面 向太陽致敬 向太陽致敬 謝謝阿甲 真的是字典 向太陽致敬 其實這個角色 是一個隱藏的角色 是 你打到這麼多 你會見到這個角色 它走出來會幫你 也要設定這個人 這個武士 才能幫你過度和你習慣 但我很想問 因為我知道 你本身自己 都對歐洲的 規格文化很有研究 其實當時 那時候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的頭盔 這個Q版 不要計 但是你的頭盔是有的 其實這個 是不是全部頭盔遮散 典型的十字軍 中世紀頭盔 其實那個 十字的頭盔 開頭真的是 給十字軍 即是給基督徒的 貴族武士去使用 去到後期 一直流落遺傳 就通用了 所以就 變成了 不是十字軍用的 專用的形式 但是那個形式 一直演變 包括去看 後期的Boba Fett 再早期的希臘 頭盔 都是有一個共通點 一個T字 或者十字型 我想做的時候 已經變成一個 傳統的 等於我們中文的那把劍 其實幾百年幾千年都是這樣 都是大概的 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 其實看回它的裝置 其實跟十字軍的裝備 基本上是 很近似 很近似 沒有一樣的 而這個遊戲 其實就是用 我們叫做Made Evil 中世紀 中世紀的背景 來混入了一些 魔幻的元素 就是這個遊戲 因為它裡面 會打死了的人 就是靈魂 因為它的遊戲 魔物 魔物 一些很巨型的 鬼武士 在打 當然了 遊戲我們真的不太熟 但是呢 它主要就是圍繞著這個過程 其實好像類似無限復活 打來打去 就是你死了 要重新再打 是 其實這間公司 之前也介紹過 他們比較擅長做遊戲的 角色 對 角色 這個是新嘗試 因為以往它出了很多雕像 這一次它出了一個 PVC的產品 其實已經是 這個系列的第二隻 來的了 但是我經常覺得 做開 1比6 scale 或者人的等身比例 或者人 size 的 scale 要將它轉做Q版 是很難拿捏的 我們很明顯 你看得到 Corse Baby 以Hot Toys為例 Batman 是它早段 嘗試做Q版的系列 和現在做 已經看到的進步 進化了 最初還沒有拿捏得到 它到底頭要多大 多圓 眼睛 或者那些玩法 是怎樣 今次它用雕像的系列做Q版 其實以往都較為少一些 是 其實 真是難的 做一個Defone Figure 或者叫做Q版公仔 其實 頭要多大才是有趣 或者才會喜歡 還有你 有時候Q版 某些角度看會特別有趣 是 你要做一個完全不能動的 這樣去處理 都幾考的 是 幾考 頭雕 頭雕師 或者造型師的功力 是的 這個是是的 有時候正常比例 你更足就可以了 但是這些 其實沒有一個政案 到底是怎樣 例如我們看到有很多Beric 甚至Lego 其實它都是一些Defone 一些變形 或者我們叫做Q版 通常是這樣 的人形 尺寸 而怎樣才去到一個 帥仔的位置 其實真的很抽象 所以其實這次做這個方式 其實是一個新嘗試 來的 即是對比起它以往作品 多數都是比例 比例性 即是全部都是on scale 那它做呢 其實這次是一個新嘗試 還有它用PVC做 到時那個產品的價格 就會稍 跟它以前的作品 是比較便宜一些 大概幾百元港幣 我相信 這就是一個新嘗試 是啊 那 玩具呢 就介紹到 這裏 另外我們也有少少呼籲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特別喜歡 Star Wars的話 接下來呢 在5月4號 即是May the 4th 這一日 May the 4th 那麼 那麼 Star Wars呢 就跟UNICEF 就有個合作 就是呢 我們捐錢 就給聯合國園童基金會 那麼呢 其實就做了一個 就是Star Wars便服日的 項目 這個日子出來 那麼大家只要捐錢 它有100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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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3008 是的 大概4008 那麼就會得到不同 系列的項目 的 譬如 當中包括一件 Star Wars的T-shirt Star Wars的手抽袋 是的 很漂亮的那個袋 另外還有一個 Jobarca的襟章 大約超一個便服版的襟章 那麼 其實就希望 是 是的 特別版來的 亦都是UNICEF 那個 所以其實都希望大家 都可以一起支持 去幫助聯合國園童基金會 亦都希望 那麼多Star Wars的Fans 有些事情 都可以好像公益金 那樣 你穿著Star Wars的服裝 去上班 一起 享受 屬於Star Wars的日子 嘩 那麼我們都 預告一下 我們下一集 剛剛就是5月3號 就是它之前那一 我們都會 我們都會 一齊 穿著Star Wars的服裝 或者有關的用品 是的 就跟大家一齊 就響應這個日子 那麼 最重要 都是希望大家都一齊捐錢 幫助UNICEF 還有 又宣傳一下 下個禮拜 2月3號 我們會去一個新的室內地方 就拍攝的了 希望大家喜歡的地方 還有 那一次呢 那個槍戰 就不知道在哪裡拍 未定 我們會有一個槍戰 會拍攝的 槍王 應該會 遇到期 一定會來的 很多人期待那場槍戰 因為我們可能會考慮 用一個新的方式拍攝 高科技的 可能就是 3600的拍攝 正 還不是一人一部 iPhone貼在心口 哈哈 跟著走 好了 今晚都夠皮了 是啊 完美了 人家都收舖關燈了 你看看 只剩下我們這三眼燈 可以很少很多子龍 由頭踩到尾 整天都是 我間歇性 每個節目都是有你份 哦 真的如果 如果全夜拍攝就真的少 辛苦 好像上班 不是 享受的 就是自己喜歡的玩具系列 Item 還可以的 但是 有些情況下 不斷做節目 其實是很虛號的 又要顧著鏡頭 有時候又要顧著 講的內容 又要顧著大家看到些什麼 還有我們 台前和網上 我們不同 就是TVB 有耳機或者有些 顯示板 我們 是即場 你看到有時候 音音音音 拿來拿來拿來 要收拾 對 還要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要經過吃東西 對 很難的 我們的任務是告訴大家 這裡的東西好吃 但不告訴你哪一家 哈哈 所以 多謝各位收看 希望大家都看得開心 今天有Donald 有紅壽姐 最重要是我們劇透 記得 劇透 一起劇透才開心 留言 好了 鄭哥 我有兩個 突然間很孤單 突然間那一刻的感覺 你們在後面 一起唱吧 有聲音 音樂 1 2 3 Go 江蕾 天 歡樂今宵 再活 江蕾 寬眾 還 拜拜 大家都要開心 拜拜 拜拜 收工了 是啊